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免揉土豆小餐包的做法 首先我们把150克的土豆先给它切成薄片 切好后先把它放到盘子里面 然后再把它冷水上锅 开锅后用大火蒸15分钟左右 土豆蒸好后我们先把它放到大碗里面 然后再加入25克的白糖 接着我们用擀面杖先把它们尽量捣碎一些 土豆倒好后我们先打入一颗50克的鸡蛋 然后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170克的牛奶 接着我们先加入3克酵母粉 最后我们再加入25克的食用油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搅匀后我们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280克的高筋面粉 然后用铲子把它们一直翻拌成像这种没有干面粉的面团就可以了 翻拌均匀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常温显发的两倍大 换好后我们先用手把它整理成长条 然后再用刀把它们切成大小均匀的小剂子 我们取一个小剂子先给它揉一揉拍出里面的空气 然后再用手把它轻轻的搓圆 像这样我们的生配就做好了 都做好后把它们依次放到铺油固油纸的烤盘里面 然后再给它盖上保鲜膜 让它二次醒发30分钟左右 醒好后我们在表面先给它刷上一层食用油或者牛奶 接着我们再把它放到烤箱里面 烤箱中层上下火180度 烤18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样做出的免肉土豆小三包 吃起来非常的松软香甜 咬上一口还有一股浓浓的牛奶的香味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啊